你不想要你 如果让你照顾两个大活人 我相信你可以 可是再加上一个魂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 能承受得住 这下我明白了 白小姐是个痛快人 刘烟明白就好 可我也不是泥捏的 你长情那是董少爷的福气 我所认识的白小姐本该如此 要不然怎么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你说得重 这世上哪一段情不重呢 日久天长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举重若轻 贴正的啊 一定贴正的 这灯笼 高点 再高点 好 这就叫红灯高挂 吉星高照 红福齐天哪 中国这话我爱听 好 来 谢谢 老爷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得说一句吉祥话 红红火火 财云果滚 好 好 谢谢老爷 你呢 说什么 祝小姐姑爷幸福安康 百年好合 好 有 来 你 祝姑爷小姐如意吉祥 好 来 谢谢老爷 来 来 来 善家的喜日子就要到了吧 小姐 我成亲的时候 百家门口也是张灯结彩 开始时 人都是想着念着 画好月圆 长长久久 可为什么日子过着过着就变了 和想得不一样了 小姐 咱们走吧 一会儿啊 你得一步一回头 三步之后呢 要奔回 你是不舍 还有啊 你得大声地哭 越大声越好 要不然啊 别人会笑话你的 说你呀 巴不得给嫁了呢 一贞 一贞 及时已到 花轿来了吗 花轿 花轿还没到呢 我说嘛 没那么快 山少爷 这次把妹妹先送出阁 下次啊 该轮到你了 就凭我 好了 李媒婆 我可以跟我妹妹说几句话吗 可以 可以 记着啊 要大声哭啊 越大声越好 好 你们聊 你们聊吧 哥 我终于嫁了 是啊 今天我妹妹 真好看 是吗 一直以来我以为我不会有今天 我没想到 会把自己嫁出去了 而且还嫁了一个好人家 哥真是替你高兴 周永嘉是个好人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用担心 别人在背后议论我的出事 我的八字 也不会沦落到各个媒婆手中 被人挑选 被人嫌弃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不许说丧气话 哥祝你 白头到老 和和妹妹 白头到老是肯定的 就算不相爱 日子久了 头发白了 也就到老了 你怎么总是说丧气话呢 谁说你们不相爱了 因为你是我哥 所以我跟你说真心话 周永嘉他不爱我 这我心里都知道 他是 他的心在哪儿 我不说 你都明白 一臻 你 我都知道 可我不在乎 可我不在乎 吉时已到 新娘子上轿啦 好闺女 开枝散叶 女儿舍不得爹爹 好闺女 开枝散叶 福寿绵绵 谢谢爹 女儿就此 拜别爹爹 感谢爹的养育之恩 好了 好了 起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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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孝顺婆婆 相夫教子 知道吗 吉时已到 新娘子上轿喽 好了 闺女 去吧 好 起来 鸭鸟 来来来 来来来 慢点啊 落轿 起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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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快出来呀 那周家少爷要娶善以贞吧 咱们也去看看热闹啊 这周少爷结婚啊 倒也是有好处 今儿晚烟花巷啊 终于能清静 听说周家大摆宴席 把平成大半的人都请去了 还真是给他们面子 要这么比起来 还是小姐你结婚的时候 场面大 那一阵势 这算什么呀 臭仙伯 上这么大的礼 这面子得做足 去那么多人哪 这面子做得也太大了 那商会副会长都没有捞到 我还花钱做这个面子 便宜了那个善夫权 往长远了看 这期没捞到 不是还有下期呢吗 你现在不给人上礼头啊 你永远都捞不到 这个善夫权也不知道 花了多少印子 把商会那帮人全都给收买 这以后在平成做生意 少不了跟他打交道 能不上哪里吗 好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呢 快走 你快走 你快走 我快走 我趕着去贺西 jetzt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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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快走 我快走 你快走 你等等 喝喜酒 你每天都能和善爷见面 干吗着急成这样啊 你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想去见谁啊 不是 我就去喝个喜酒 当面跟善爷道个喜 去完我就回 这个拿着 吴妈 这红包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里就不用送了 你这是 这是我这两天 做的小棉袄 你帮我交给他 你别告诉我 你不会去见他啊 那我去替白小姐 谢谢吴妈了 我不是因为 喜欢他才做的 我是看着他可怜 马上就要临盆了 他亲娘又只能 在天上看着 什么忙也帮不上 你帮他 我不反对 你要是娶他 我可不愿意 就算我想娶人家 人家也不答应 他呀跟明娟比差远了 那模样长得好 是不假 可他什么活儿也不会干 人又不随和 还有他身边那个丫头 那嘴呀 可厉害真啊 这吴妈 咱们刚刚聊天 不是聊得好好的吗 你也是 你什么都好 就是这嘴巴不饶人 好了 我去喝喜酒 去完就回来 人都去了 吃好了再回来 诶 什么时候做了一件男装啊 这 我的 我坐着玩的 拿过来 不然你拿过来 小姐 小姐 我就试试手 你试试手 你知道这料子多贵吗 这是周少爷专门从上海 带过来的料子 你试试手 干吗这么小气啊 实在不行 我赔给你 你赔得起吗你 你去得了上海吗 你干吗这么凶啊 你有伙儿干吗 冲着我发呀 我又没招你惹你 郭小春 就知道冲我发 你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 简直是蹬鼻子上脸 连个心疼自己的男人 都抓不住 就知道冲我胸 过年 今天是你儿子 永家的大喜日子 你再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他 保佑周家自私绵延 平平安安 永家 跟你爹说几句吧 爹 这些天我跟你说的话 比您在世的时候 咱俩说的所有的话都多 该说的话我娘也都说了 我给您倒给乔吧 太太 太太 这洗竹的数 您要定一下 现在多少只啊 现在是二十七 二七不吉利 加一只 从二十八 好的 好好 descone 你 你们可以 有个人 现在是五十八 好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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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爹 我心里边憋屈 少爷 外面有客人找您 谁啊 是一位小姐 她请您出去一下 我找下来 是 张文君 你怎么回来了 你爹他不是 我跟我妈 住在我外公家呢 我听说 你今天跟单雨珍成亲 别站在这儿 有什么话进屋说吧 我就不进去了 张文君 以前我对你们家 确实也有些过分了 你不要介意 现在你们家 出这样的事 如果有什么 我能帮得上的 你尽管说 你真是个好人 但他不是好人 沈亿珍不是好人 他不是你看到的 那个样子的 你斗不过他呢 你们全家都斗不过他 你们全家都斗不过他 你还记得 那天我父母 去你们家做客吗 后来我们在集市上 遇到了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那天我真的没有推他 是他抓着我的手 他故意倒下 那个什么样子 我碰到没有碰他 再后来 我在茶棚里边 给了他一巴掌 那也是他逼我打他的 我倒是不介意 跟你童想勇家这杯茶的 不说了 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 李珍她也不会在意 她是不会介意啊 但是 展文娟 真的不说了 都过去了 你不相信我 周永佳 你是不是以为我今天 是来挑拨生事的 我真的不是 我承认 我是喜欢你 但我也知道 缘分的事情不能强却 我们之间 是我配不上你 我没有这个缘分 我不管你信不信我 我最后跟你说一句 单一真她真的不是好人 什么时候她该挨打 什么时候她该打人 她都算计得清清楚楚的 你说李珍她打人 少爷 您在这儿呢 好多客人都到了 太太找您呢 她打白雨河 可一点不手软 她打白雨河 你不知道 她让自己冒充正义的卫士 出手教训了白雨河 这事人尽皆知呀 她真的是个可怕的女人 你自求多福吧 祝你白偷鞋了 少爷 张小姐怎么来了 单小姐打白雨河的事呢 你听说过吗 单小姐 你怎么回事呢 等我嫁入了周家 做了周家少奶奶 我看你还敢不敢这么对我 少奶奶怎么会打人吗 少奶奶性情多好啊 那肯定是 张小姐听别人说什么了 说你你也别不高兴 你看看 这么好的料子 让你给糟奖 不就一块料子吗 这么计较 毁了怪可惜的 要不然给郭勇 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合适合适 能穿能穿 肯定能穿 你怎么知道能穿 那个我的手衣 你还不放心啊 我该该绝对合适 小姐还是你聪明 那个 那我去给她量量尺寸啊 你不是说合适吗 能穿吗 还去量什么 那是绣肠 还有腰身呢 我走了 刘雨 你们聊着 我先出去了啊 小春怎么这么开心呢 您这是 这是吴妈给小孩做的棉袄 你看喜不喜欢 这棉袄真好看 替我谢谢吴妈 刘爷 您快坐 好 刘爷 我给吴妈也做了两身衣服 不知道合不合穿 您替我拿回去让她试试 要是不合适的话 我再给她改 好 我替吴妈谢谢你了 应该的 来 喝水 雨河 今晚是周少爷的喜宴 你不去吗 瞧我都忙糊涂了 把这事给忘了 我看你是心里明白装糊涂 你不去啊我也不去 我陪你 刘爷 我和周少爷 是很好的朋友 我相信你 但别人相信吗 有时候这糊涂好啊 你看我 这个当部总经理 我平时贼精贼精的 是难得糊涂啊 依我看 刘爷您还是得去一趟呢 善爷不管怎么说 也是您的老冬家 他的女儿结婚 您要是不去道喜 是不是也不合适 再说善爷 他真的没 没朋友啊 我们做当铺的 不需要交朋友 尤其是他 恭喜周少爷 恭喜周少爷 恭喜啊 恭喜周少爷 恭喜周少爷 新婚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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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久不见啊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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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不是王二爷吗 他装作不认识咱们 不认就不认呗 要不新鲜事 上次他拿了一破洋台笔 毛都起刺了 咱们还让他当了考价去 这就是人生哪 人情冷博 喜事丧事 最能见真当来 战爷 恭喜恭喜啊 您别恭喜我 您别存坏心 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您怎么会这么想呢 来了 少爷 您里头请吧 周公子 我宁可一个课都没有 也不请这种人 算了 爹 咱们不跟那一番计较 我知道你心里 怎么想我的 你认为我还没有放下周永家 对吧 你如果不去就不去 心里也别想 饿了吧 你继续干活 我帮你做饭 刘爷 您真的不用在这儿陪我 我不去自然有我不去的道理 我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寡妇 人家是大喜的日子 我还去道喜 我怕 怕面对周永家 怕面对那些闲言闲语 你如果把周少爷当朋友 就更应该亲自道声喜 让事情更明白 对 其实 我早就准备了一份贺礼 谢谢赏光 爹 我敬您 谢谢 周公子啊 谢谢周公子 我们先过去了 好 白的少爷呢 周少爷 天赐良缘 来来来 这跟天没什么关系吧 我心里边到底想取的是谁 你白少爷应该是清楚的吧 所以这不应该谢天 应该谢谢您 秀 谢谢您和张世贞 把我抓了起来 才促成了这段聊天 来 干 还有啊 你也别急 这任会长我做完之后啊 下任就交给你 来我再敬你 还敬什么呀 刚才我都干了 这杯你都没喝 你先干了 好好好 我干 我干 少奶奶 老夫人说让你先喝碗汤 垫个底儿 别饿着了 可惜了 是的 少奶奶 热闹吗 可热闹了 都来得些什么人 平成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 那不该来的人也来了吗 啊 少奶奶 谁是不该来的 哦 对了 有位张小姐来过 找少爷出去 秋菊 你出去 是 外边忙着呢 少奶奶 您别怕 那张小姐胡言乱语 我都替您敌打过去了 您且放心 我担什么心啊 过了今天晚上 我就是周家的少奶奶了 我怕什么 倒是你 你是谁啊 凭什么擅自进我房间 还不出去啊 还不出去啊 站住 把这也端走 你 你 早生贵子 好 小姐 生日散夜 这个好 西咸子孝 好 来来来 没酒了 早生贵子 你不敬我 你敬他有什么用啊 你这老太监 你白瞎了我的好酒 你得喊我这老太监一声爹 知道吧 小兔崽子 好好好 太监爹 我早生贵子 给您开枝散叶 好嘞 来 大叫的哥 那一份 董少奶奶 您可来了 夏老板 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的 来来来 快请 快请 请上座 上座 来来来 善爷 我来给您倒个喜 上个礼就走 不不不 少奶奶 您这份我心领了 无论如何 您得把这个喜酒喝完 好吧 来 请坐 陈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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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家母 来 我请的贵客到啦 董少奶奶身体精贵 这酒席怕折腾不起吧 经不起折腾没关系 喝不了酒可以以茶代酒吧 是啊 周少爷 我真的不做了 我上个礼就走 吃趣点就赶紧走吧 不就是嘛 别叫人沾了他一身晦气 你看 看什么看 还想打我不是 说什么呢你们 少奶奶 咱不理他们 您坐下 您是我的贵客 坐 坐坐坐 周恩 去 赶紧 被两次推进 走吧 他坐下 我们走 走走走走走 快走啊 快走走走走走 快走走走走 快走走走走走走 快走走走走走走 快走走走走走 快快快 先两副叹聚 来 上酒 他还是来了 你 你看 这高高高兴兴的婚宴 搞得我们心情都不好 行了行了 你也遮不起 快点坐着 知道了 知道了 他在周波年的面子上 这酒席啊 您必须得参加 你让他走 快让他走 我们就留下 我真不知道他来 如果他来的话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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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不好就不来了 来了 少爷 你妹妹也来了 过来跟我们一起坐吧 他 我给他 少奶奶 灰塘 来 我敬你们 你们来我实在太高兴了 山老板 恭喜你 谢谢 谢谢 灰塘 你真好样的 我当你不来了呢 大小姐亲自送帖子来 我能不来吗 我说白雨贺 你这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陈星来酒局的是不是 妈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看来我今天真是不该来 周少爷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收下 那我走了 美女和 少奶奶 冷静 真是 美女和 我送你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不好意思 对付这种人 就得是善与珍 是啊 叫她再给白语和一个大罪吧 她就老实了 说善与珍 还狠狠的 打他白语和两个大罪了呢 不不不不 你们把话说清楚 谁打了谁啊 爹 别问了 今儿已真大喜 你们善家多亏除了善与珍 就她知道是非 她仗义 她早就表明了立场 还狠狠地 打了白语和两个大罪吧呢 打她的满地求饶 是啊 白语和还住进 周家烟花巷的房子 还好善与珍和周夫人 出面把她跟走了 这种真是不要求的事啊 好好地一桩喜事 生生地让我给回 婚礼不同于婚姻 也就是两回事 这婚礼是给别人看的 但这婚姻 是两个人得过长久的日子 两个人好啊 就算谁想拆散 也拆散不了的 是啊 两个人在一起 也要有长长久久的福气才行 那才是真的好 我和绍华就没有这个福气 有时候我也在想 要是明娟活着呀 我们也会斗嘴 会互相彼此厌烦 但她现在不在了 也就只剩下怀念 美好的怀念 能把怀念放在心里面 那是最美好的事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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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慢走啊 到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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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行了 天心 少喝点嘛 她打了人了 她打了少奶奶两耳光的 您听他们瞎说嘛 那些三姑六婆的 难怪我亲自去请少奶奶 她都不肯来呢 没这回事 您想想 以少奶奶的性格 她能是挨巴掌的人 她是 为了朋友 为了大局 她能忍 她是怕坏了 以贞的婚事啊 好 就算是 可您是以贞的爹 您就别再追究了 好不好 不要让以贞为难了 以贞那个性格 你我都明白的 这种事她是干得出来的 为了讨好周佳 为了讨好周佳 她是会上门去教训人的 为了怕我和勇佳知道 她始终没说这件事 那 那所以说她也不容易啊 您就别再追究了 成了 我能不追究 少奶奶也不是个 会计较的人 她要是会计较 今儿就不会来了 所以是 但是 周永佳能不追究吗 您瞧瞧她 她像是能追究的人吗 她都喝喇嘛了 这事啊 才刚开始呢 好 一辰 哥 你不是跟我说 他不会来吗 你不是派志兄不告诉我 他今天晚上 一定不会来吗 一辰 你听我说 我听你说什么 他还是来了 他不安好心 他是来缴坏我的婚礼的 我真是倒了血没了我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千万别我来说 什么大喜的日子 我真是倒霉 坛上这么一个爹 有这么一身骚 这事 这事全都怪山伏 却的个死太监 住嘴 要不是你胆小怕事 要不是你谁都想讨好 要不是你 出手伤人 那也是白玉和 让我出去说的 是我让他传出去的 我看他实在是 太想讨好周家了 我又能帮他 就帮帮他 你让那些三公六婆 喜欢你干什么 就连周家二老喜不喜欢 不管你说实话 这些都不重要 只有周永嘉 是他要跟你白头携老 过一辈子的人 你现在把他给惹怒了 我说够了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这是我的婚房 我不是听你来教训我的 你别拿我撒气啊 我是你亲哥 我终归是要向着你的 一辰 你听哥一句话 周永嘉这个人 只能顺着毛毛 不能来硬的 眼前只有一个办法 你千万别把他惹急了 现在不管他说什么 做什么 你都依着他 争取早点怀上他的孩子 等有了孩子 天大的事情都过得去 你听明白了吗 今天晚上真的要谢谢您 感谢您给了我勇气 若不是您 我真的没有勇气去 你什么都不要想 早点休息 小姐 您可算回来了 小春儿 你们家小姐累了 让她休息 刘爷 天晚了 我就不留您了 刘爷 天晚了 您慢走 刘爷 你们到底去哪儿了 我们去周府喝喜酒吧 周府 没事 我陪着他 那您慢走 我先回去了 好 早点休息 来 小姐 你不是说你不去吗 你怎么想的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 怎么了 我肚子疼 肚子疼 来了 永家 永家 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上了 永家 永家 醒醒啊 你媳妇在屋里等着你呢 上楼 我媳妇 爸 我这个媳妇 她可真不是个省油的呢 哎呀 说什么婚话呢 来来 赶紧 赶紧上去 啊 嗯 那 是 我是得上去 我是得 是得找他去 小心点 啊 没事 少爷 少爷 不用扶我了 少爷 及时良辰 掀开喜盖 夫妻相见 鸾凤和鸣 什么呀这是 哎 哎 少爷 这是喜盖呀 少爷 这是喜盖 你必须得 起个屁呀 我跟你说啊 这个盖都掀不得 这要掀起来以后 我怎么才有脸去见白玉盒 嘘 少爷不能不能说 你也不知道 你走走走 走走走 少爷 你走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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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医生 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你短了没 我就想看看 你这里边还有几个脸部 连你自己都分不清楚 到底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了吧 真是奇怪 你居然叫乙 乙真 你应该叫做乙假 因为你除了 这假的是真的 其他的全是假的 真是个笑话 这就是人生吧 让一个最讨厌虚假的人 偏偏就娶一个最假的女人 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 我走了 周家所有的东西 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全是你的了 在这儿待着吧 我走了 我走了 快 来 你走了 我走 小姐 川儿 小姐 你 你这要喝水你喊我呀 来来来 慢点啊 怎么了呀 怎么了 我肚子疼 你不会是要生了吧 你死轻疼 寒颤胸口片 与那图路 哽咽如红 恨你恨之恨之不相逢 念你 念之念岁月枯弱 今生缘落 花从无影踪 此在谁生 痛定死痛 恨你恨之恨之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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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生怨若 是梦已成功 恨别为我一片惨之恨之不相逢 一片惨之不相逢 一片惨之不相逢